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禅一个人和大家聊聊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想说一说 今届台湾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完满结束 当中对于香港朋友来说有一个亮点 就是最佳新导演是香港的导演卓奕谦 就凭着《年少日记》这一套电影拿到 亦是获得观众票选的最佳影片奖 这是挺难的事 我们记住 台湾的赌民和香港的朋友两地的文化都不一样 要他们这么投入地去投一套香港电影成为最佳影片 是挺难的事 而且这一套电影并非是什么大卡士或者叫大制作 有很多什么电影特技 可以说是一套着重于城市或者人与人之间 那种人民关怀的作品 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一套电影说什么 或者可能你未听过的话 下至上是说小朋友 很小的时候 读书或者家庭遇到一些问题 原生家庭的也好 学校或者他们这么小的小朋友 他们面对的世界有种种的压迫 有他们的不开心 为什么导致到他们最后会选择要去自杀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近来香港很多学生因为这样而走上绝路 当然每一个学生的背景和他们的原因都不同 不过自己都会觉得社会真的要给多些关心 给多些欢乐 给多些希望 小朋友他见到 当然你说原生家庭的 你说他家人对他不好 或者他家人给很多的压力 给很多的压迫他 这个就另一回事了 还记得这位导演就说过些少了 他订过剧本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躲在一间劏房里面 这样去做的 亦都说他钱不多了 就没有说要靠家里什么的 他还记得跟前辈聊天的时候 那个情绪很差 因为可能真的写一个这么沉屈的剧本 令人心情都不是那么好 他还说那位电话里头的朋友跟他说了一句 虽然我帮不到你 但是我会陪着你 他也将这句话融合在他电影里面 启发了他要做这套电影 要写这个剧本 要拍这套戏 是他一个离开了世上的朋友 写了一封遗书给他 据文有六千多字 所以我个人来说 挺推介大家去看这套电影 虽然看完可能会心情沉重 但是希望可以做到有如卓奕谦导演 要多谢金马奖 家人 然后一堆名字 团队 他也说拍戏的时候很抑郁 多谢女朋友的爱 他美丽的灵魂陪他走出了这个黑暗 也说要感谢这个离开了世上的朋友 他说已经没办法再和他拥抱了 他说希望留下的人能够互相拥抱 看到有些媒体就用留下来的人 互相拥抱 如是者呢 那些俗称叫做黄丝的人 就说他是否一个黄的导演 希望大家留下来的人在香港也好 还没被捕也好 还没让你去沙岭也好 就可以叫互相拥抱 这句是暗示给他们 大佬 又不要有几个字 好像牵动到你们 又扯去你们的头上 因此卓奕谦的名字 很快也被媒体报道 就是说原来他爸爸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马上就被那些人倒转了 本来就说要支持这个卓奕谦的 就骂他了 还用一种他们2019年很喜欢说的说话 就叫做禍必及妻疑 就是说就算你这一套电影 似乎好像是想刺中现在 就是香港社会的问题 很压抑或者大家不开心 虽然政府说由智及兴 一点都不兴 又要搞夜纷纷 大家又去了北上 或者恒指又跌 刘价又跌 没有了黑暴 那么多人移民 让你们爱国者治港 去到治港 为什么还是这样的呢 会出现那么多人自杀的问题等等 说到这一套电影 暗指他就是对于政府不满 还说卓奕谦和卓永兴是不对的 所以他为什么会去劏房 再慢慢去量度这个剧本呢 那其实卓永兴都有嫂子的 而卓盈轻又也说自己的爸爸就不像 电影里面 但是郑忠基的角色 就那么暴躁 那么严厉又打人又骂人 虽然家里就很有钱 即是觉得我赚钱回来我是一个很厉害的爸爸 对于小孩子的预期 为什么一个好像聪明点 一个这么笨的 不断召唤 也透露父母完全没有阻止他去读电影 也支持他拍电影 因此令那帮俗称叫做黄丝的人更加生气 还有 卓泳卿在颁奖来之前已经说了 即使也不知道儿子能否拿到最佳的新导演 只是说作为父母 儿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已经十分高兴 希望他继续努力 活出自己一片天 也没有阻止他什么 也没有说你要拍一些什么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爱国爱港 没有这些 即使他拍这套年少日记 有没有因为这样 而卓泳卿就和他反面 生气了这个儿子 也没有 这些是社会值得关注的问题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一般正常人的看法 过瘾了 刚才提到那帮人说要和必及妻儿 说要杯葛这一套我认为很值得去看的电影 想不到这个黑暴社工 陈鸿秀 他忍不住要爆尽 他自己可能本身是出身于社工 可能真的接触过类似的少年 也不顶 他就说这套电影是值得大家 暗钱买飞入场看的 他说是用来反思怎样去陪伴和教育下一代 记住 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 陈鸿秀是黑暴社工 他说到一加一等于二 我们都要骂他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叫做是其是非其非 他说反思作为成年人要反问自己 和制度对于下一代做了什么 这句我就不认同了 你们觉得制度有问题 港区国安法那些不对 或者那些国家安全的教育 对于下一代叫洗脑 这些我觉得你是瘋的 你这样说这些 他就说 为什么会令这些小朋友走上绝路 其实你们会不会都是黄丝这帮人 对于社会造成的撕裂和矛盾 再加上你们的文宣 会不会使社会气氛埋怨不太好 这是另一个点 怎样令下一代长大了 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就是刚才提到 如果你家里对你很暴躁 很暴力 或者经常骂你 或者你感受不了家庭的温暖 你可能会把你这个情绪 带给你的下一代 也有反过来 可能你会超级疼你的家人 是挺极端的 我们看看周杰伦就是 因为他小时候缺乏父爱 所以他也很渴望自己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所以他有个叫宠妻魔人 或者是宠女魔人 或者是宠小孩的魔人 的花名 很疼小孩的 有一段时间停工 只是陪着那些小孩去玩 陪着那些家人 不要紧了 他钱很多 有自己开公司 有这样那样 久不久拍一场演唱会 那就叫OK 还有他说 很多老爸和儿子都有不同想法和政见 他就骂这帮自己人了 他说如果自称追求真 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什么不是要关注导演 个人的质素 和电影里面带出来的讯息吗 为什么只是这么表面 把老爸和儿子拉上关系 而霸体这部电影 他说 那你们这帮人 还有没有资格 说自己有智慧和能力 追求民主自由呢 然后就打了很多很生气的 emoji的符号出来 那就好笑了 如果回来说 2019年的时候 你这帮人 连林郑的儿子也骂了 连她老公也骂了 最恐怖的 当然是走到警察的宿舍 宿舍有他们的家人 连她的家人也不放过 还说 你有个警察的家人 或者有家人是警察 你都不阻止他 或者叫他不要做 或者怎么不告发他 那你也是同一伙的 共犯 所以就要骂你 起你底 打击你住的地方 这样的 说到要禍必及妻疑 还要喷着大大的字 死 不是吧 要不要死那么夸张 如果那时候 你又不骂那帮人 你们这样 还有没有资格 说自己 是追求民主自由 是不是 你们又说什么 国安法 是什么连助法 大佬 那时候你们连得更恐怖 如果现在遇到一件事 你觉得 不要连助了 不要 禍必及妻疑了 这样 你又走出来说 之前那些 如果之前这样做的话 他们其实 一早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资格 说自己 争取民主自由 先 不要在那里 假装 你现在 就懂得这样说 那时候又不是这样 很搞笑的 有些人 立刻反问 陈鸿秀 就说 没有证据 他跟他父亲不同政见 如果证实到 他跟他父亲不同政见 甚至乎 他走出来 跟他父亲割席 即是六亲不认 我们就支持你了 不要那么疯了 是不是 陈鸿秀就会骂这些人 他说 如果你认为 要以有问题的人 所作所为 作参考的话 那就抱歉 大家不同路了 魔鬼 就是想善良的人 变成魔鬼 检视一下 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哇 大佬 干什么 陈鸿秀 你现在吃错药 现在才会这样说 2019年的时候 你就不说这些说话 由得那些人 就去 袭击警员家属的家 当然你说 他也是同一间屋 他的家属是无辜的 那时候你又不说这些人是魔鬼 搞笑 陈鸿秀的意思 他觉得 如果一个人 不幸是坏人的儿子 但如果这个儿子 仍然有良知 他仍然会支持 现在反过来 就说自己的同路人是魔鬼 魔鬼最想善良的人 不分青红做白 不知不觉就变成魔鬼 你们不断吹那些人 就去骂卓益 就是骂他这样骂他那样 个个都做了魔鬼 就算卓益在2019年说过什么 都没意思了 总之他父亲是政务司副司长 就是他在这个邪恶的政权的一员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不是我 还搞笑 有些人说 除非这个儿子要表态 就跟他父亲反胎 否则他们就会觉得 他父亲和儿子 必然就会拉上关系 也说他们这样做的话 他们觉得是对的 这帮人真是挺疯的 他们的意思是 现在他们要攻击卓益 是有原因的 就是要上网不断骂他 也是有原因的 是要告诉卓永兴知道 你做了这么多埋没良心的东西 是会令到你的儿子都折腹 你们这帮人的思维都挺可怕的 不怪那时候他们就 和必及妻儿 觉得是对的 不过就好笑 这帮陈红秀依所说的魔鬼 间接地你自己也有份做成 那时候你不谴责他们 对于一些无辜的老弱妇孺 不如就要搞到他们永无灵日 甚至乎又起他们的底 差着人未施了 有些可能真的动手 试过都不顶 那后来还劝他们 不如大家研究一下 如何在邪恶的环境里 培育善良的下一代 这个善良的下一代 老实说 就不到你 陈红秀 和这些那么疯的黄尸 能够可以培育得到 那他们怎么可以正常一点 这些我想唯有要去到BNO祖家英国这些地方 才有可能 那好了 我今次就想讲到这里 有机会我都很想跟大家 好好去讲一下 年少日记这一套电影 刚才提到过一句 虽然我帮不了你 但是可以陪着你 有时我们自己反思 对着咪 就着社会不同的事 说一下 我有时看到有些人的留言 我有看的 但就不是全部看完 这个就很抱歉 见到有些人就说听完 小声芒新闻 或者听完 小弟 或者台湾的节目 觉得很开心 就是嘻哈哈 或者在街上听的话 会忍不住笑 因为人们以为他瘋了 可能每一个人生活 都有些 不开心的东西 有些不如意的东西 就算我们两个自己都会有的 有时都会想的 希望大家 笑多点 开心多点 虽然我们两个不是说实际可以帮到你们 但是希望可以用把声音 陪着你们 让你们笑下又好 暂时忘记你们 生活上的不开心 如果听多次 可以笑多次的话 希望大家 有时不开心的时候 想起一些开心的事 可能未必即时帮到你 或者可以令你心情放松一些 或者不其然会想到 怎样可以解决现在 当前的困局 好了 希望我们的节目 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多谢大家 拜拜